大家好 今天講地球加美拉斯戰爭 地球加美拉斯戰爭在1901年開始 加美拉斯軍隊在1905年進入太陽系 地球各政府開始緊張 派了藍隊接觸 沖田13選擇政官其變 但斯寧布有一個人做出了很弱智的決定 就是不管3721直接攻擊加美拉斯 沖田13拒絕執行命令 那個人撤銷了沖田職權 轉移命令即將接觸加美拉斯軍隊的川越浩 結果川越浩被加美拉斯隊倒下 令到島大街少了個家人 就是這樣 至於那個人 我不多說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在1901年代第一次火星回戰 地球艦隊被加美拉斯戰爭擊敗 在第二次火星回戰 地球艦隊使用到最新鹹發出來的 原電池衝擊後 勉強可以與加美拉斯硬碰硬 如果加美拉斯不說 不能直接向地球擴充猶星炸彈 甚至有可能等到 直徑800多米的星際彈道導彈 加美拉斯的無差別軍隊 造成地球生靈圖炭 人口大減 直徑圖炭 直徑200多米的星際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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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受過特別訓練的精英士兵 在宇宙尋找適合人類居住的新行星 重新延續人類的文明 直到他們想這樣做時 絕望的反面 充滿地絕望的封望力 伊斯坎德伊士者由麗莎來了 他帶來了磁源波動引擎設計圖 以及告訴人類要去伊斯坦德爾星球拿宇宙恢復系統 大和計劃由此誕生 春華計劃的移民算改為經濟學韓爾宇宙戰艦 在人類成功製造磁源波動引擎後 在199年1月 伊斯坦德爾的第二個試者沙下來了 今次送來了波動核心 地界艦隊全軍出動 在冥王星區域騙制加冕IC艦隊 波動核心在獲得 但大家是地界奧艦隊幾乎全軍覆滅 伊斯坦德爾 大家都知道 在199年2月初 加美拉斯在港之甲火匯發現北明建築墓後 派了一架UFO型的大航母 到港之甲火匯進行軍閘 原定船員被打死 而敵方航母和炸機被操毀 通知13日召集所有士兵 他宣佈星際航行的宇宙戰艦完成 在明天啟航 那架主軸子艦的名字叫 在199年2月11日 大和好天色起航 他會打爆炸自己的天際攻擊導彈 同日離開火星軌道 進行人類第一次超光速航行 結果 失敗了 順便在木星前的波龍俠 將澳洲大陸大小的加美拉斯普級機器 和板塊摧毀 在木星漏低了很大疊 在2月14日 M2作戰計劃開始 將加美拉斯美皇式機 對鐵仔出圍 打撤了有些炸彈 發射地 雷龍雜真好看 在3月5日 大和好好看 大利袈501 同警王升級三美拉斯殘餘軍隊交戰 結果 大和好取得勝利 在3月23日 大和好不入次短層 和首次接觸加美拉斯人 在3月31日 大和好同次元前的交戰 大和好美強取得勝利 在4月5日 大和好是中鐵灰 Parallel 163 和加美拉斯正開分交戰 加美拉斯藍隊被強制召回 大和好被打半殘 雙方 大和 在2月14日 大和好到大巴雷星 順便倒戀 正在 有破壞巴雷星的特洞心 導致升職門關 被大量加美拉斯藍隊被困在這個空間 同一段時間 大和好到了距離地球16萬8000光年 大蜜致雷星系 在7月 大和好在 珠珠星雲宇室 和德梅爾部隊交戰 大和好慘勝 德梅爾部隊全滅 在7月16日 大和好封入加美拉斯部 遵守很多巴雷拉線 德斯拉生死不明 在戰鬥後 加美拉斯一方 全滅 其統一時間 大和好到的 伊斯坑第二星 在第二天 封鎖波動炮 同時 拿到CLS系統 大和好啟動 仰勤強地出發 大概在10月 大和好在 昇制門空間 和德斯拉部隊交戰 德斯拉敗走 在這場戰鬥中 有十多人見 最差五人受傷 可護的德斯拉 在12月8日 大和好回地球 同日 沖田十三退洗 它的靈魂成為了 啟動CLS系統的元素 在200年 地球恢復戰爭爆發前的環境狀態 地球加美拉斯戰爭正式結束 2199的故事也結束 在這順帶一提 12月8日是沖田十三的生日 而在12月7日 是在獄門將坐牢的男人生日 在這場戰爭中 地球加美拉斯 山口美雪卡 地球人口降低 日本車隊戰爭全球 余拉斯 我叫美拉斯 兩萬幾個戰爭 可追超過學千個戰爭 被大和好強 因為大和好 belts 可以使用美拉斯 殖文星級分高 至15、15、15 但比他還要 米拉斯 如果星人來緊接我們太陽系的話 我們最好靜觀其變 第一 這還是 сво 恐慌 我還要有恐慌 我嚇得是 如果星人來了 我們太陽系的話 我們最好靜觀其變 第一,我們不知道外星人離太陽系的意圖 他們想做什麼,我們不知道 第二,我們無力不可以跟他們打 人類最強的核彈對他們分分鐘都是刮沙,甚至沒有傷害 至於潛澤虎鐵會做出弱智的決定 我覺得他自己看大了地球的軍事實力 不知道是不是內行星戰爭影響了他的決定 不知道他的下場是什麼 在2022繼續擔任地球私人 一如幾往看大地球的實力 地球有時間斷塵就是無敵 外星戰艦的存在顯示了宇宙不和平 令到潛澤向加美拉斯戰艦開火 這個人不要相信 明明太平你想出兵打仗 是不是想惹火上身 太陽系外排 現在不可以全開 除非他們打到黃地全 不可以打到黃地全 打到他們全都打他 這些是意外 在這場戰爭中 大和號可以排除萬難度 伊斯坦第二星 其中不少天使地理人和 在16萬8千光年太空中 加美拉斯坦隊用滾一架宇宙 戰艦大和號就等於滾第九行星 他們找到了 都是被大和號堆倒 即是被隊友打賣 即是國內出民要立即撤退 沒完沒了 大和號真是幸運 我們1999波同砲封印沒有任何意見 其實實際封印的原因 只不過是不要亂使用波同砲 而現在所有武器 無法和號堂打 打的話 再用波同砲 根本是沒問題的 但2022年內 絕對不可以使用波同砲 的事態 扔掉了 這就是廢話 如果你想要黃地 就要為自身做好準備 如果古代仲說出大時間斷層 不要用波同砲 而要和加達利斯和塔 沖田十三立刻衝出來打他 今天講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我會補充這場戰爭的東西 下次再見 為何最近兩個月的觀光次數和訂閱人數少了那麼多